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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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哪个方向 前围到另一边 回到九龙城 九龙城街市 太子道东那边的方向 我们就等一等过马路 过了马路了 这里就很安静了 因为没有太多了 九龙城也算是最外围的街道 就没有里面那些 譬如福老邨道 狮子石道那些 看到了大部分的 部门都很清静 因为人口也比较少 很多人都是在巴士站下车 走回九龙城的方向 出雹城是两下 例子上语 相语风格 出雹城 这个口 estoy赚 面小的 几年 提升 這裏有一間 耀山學校 這裏沒有遮擋 如果沒有收太陽就會好一點 這裏有一個地盤 又在舊樓測車中間 這裏已經達到 舊樓測車中間 這裏已經達到 舊樓測車中間 這裏還有新的自家項目 這裏叫做綠碧 明天山尺寬車中間 要升至山樓測車中間 找卡嗎 等你發現 你看 知道我會接受到大鯉 過了九龍城這一段 再走上去 人流就會少很多 開始進入屋邨的地方 或者離開了密集民居的地方 進入了學校區等 在屋邨的公園 差不多到達了 在城寨公園 哇 天氣突然很陰 跟剛才太陽相差很遠 斜斜地看到城寨公園 在城寨公園 在城寨公園 還要趕緊的 在城寨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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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是開了 在城寨公園 都沒有開了 在城寨公園 在城寨公園 對面 在城寨公園 在城寨公園 我看到它進入了學校區 在城寨公園 看到它進入學校區 右方便是這個 重建成的美東村 讓大家看看 這裡被人留了 第一棟的 很高和很新鎮 其實也挺清淨 因為旁邊是墳場 學校和孤村 而且地方很寬 感覺上也很空曠 其實現在沒有雨 不想見到有人擔傘 在旁邊是A谷教訓層 在旁邊是九龍的 拍一些建築物給大家看看 藝術與科技教育中心 在這裡 在旁邊是一間公園 在旁邊的地方 在旁邊是一間公園 在旁邊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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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有些舊樓,這裏是舊樓的位置,很有趣 我們走進去走這樣 這裏有幾棟舊樓,所以下面有些舊樓 其實這裏也叫聯絡島,所以這裏有些舊樓 金國大廈,有很多酒樓 這裏有些舊樓,這裏有些舊樓 對啊,一舊樓就舊樓了 就舊樓幾十年 這條樓是吉旭樓 老虎顏見見鑽 駱翠樓 見到YUNI的位置已經搶走到駱腐中心 即是駱腐廣場位置 你確定可以到處走 去香港 60多間 來來,來來來 你真的 咳 很 是啊,這裡有很多公共屋村 落庫遊樂場了,這個位置就是 我們差不多走到這個落庫廣場的位置 我們拍了一些聯合道的街景 我們今集就先講到這裡 大家對這集有什麼意見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聽 我們下一集再見,拜拜